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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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0年的时候 我和我的家人到马溜甲 甲七的时候到马溜甲来玩 然后我就会到秦云亭去莫拜 求个平安 因为那年SBM要考试 所以求个平安 那时刚好2000年的时候 秦云亭他们正在做修复 你知道我们2000那时我就 就很好奇 那几个家伙在屋顶上做什么 然后我父亲就跟我说 他们就在修复清云亭 一个很大的修复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古迹修复 老处算是马来西亚建筑物的开山壁族 因为有他们今天的大小城镇 才有古早味 就是我们所谓的古迹遗产 其实古迹遗产就是历史传承 和自得为下一代百流的东西 因为工作的关系 往往我会到荒废的老屋 做考察 测量工作 那有时我们看到这些照片 就好像这个在槟城的台湖 还有马六甲和兰杰的其中一间老店屋 当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第一个的那个expression 第一个的 我们会看到 我老耶 怎么这间屋子这样子的 惨到 我不会用一句话来形容 但是我的工作就是 替我的顾客 去拍照 做测量 然后有什么东西 应该保留的 什么东西应该是可以去修复的 当我看到这种老厨的样貌的时候 有时特别心痛 有时 像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人 就会觉得 哎呀 有时心情很低落 有很多说不出的那种 那种心理的话 有时呢 因为后代没有能力去 我们只能讲 就是没有能力去修复 因为我们所谓的 富不过三代 这个是真的 就好像这间老房子 这个是在槟城的Dambun 一个很典型的草山建筑风格豪宅 因为它曾经是 马来亚一代堂王的豪宅 经过数月的洗礼 和后代没有能力的保养 所以造成它现在 曾经是富利堂王的豪宅 造成现在这个状况 在马来西亚呢 估计分很多类型 不只是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东南亚 甚至是国外 估计分很多种 大的可以是宗池 站前老厨 小的可以是一个楼梯 装饰 还有瓷砖 还有彩绘 灰树等等 那什么是老厨 大家应该是知道什么是老厨 因为全部应该 我都知道应该是 马六甲的人 在我们的这个市医区里面 很多老厨 让我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老厨 老厨有什么特征 今天我就用这个 在乔治市市医区的一个很完美的老厨的特征 其实老厨可以用我们身体的部分来形容一个老厨 第一就是我们的头 它的那个V型瓦 我们都叫V型桃瓦 第二就是好像我们的眼睛 就是那个木板野窗 第三就是绿窗 就是给它透气 在楼上顶楼的 然后就有气窗 气窗 其实它的那个构造和这个绿窗的 那个system其实差不多一样 但是一个是在楼上 一个是在楼下 然后树子门 什么是树子 所以这个是窗 所以气窗 那上面下面就有一个窗 然后一个树子门 树子门就是很典型的 你在古旗那边 会看到那个大门那边 它有一个可以拉 左很右的那种门 所以我们叫树子门 就好像那个树子 这样子 然后最后最底的那个 一定是红色的桃砖 老厨呢 我就用这个比较特别的解释 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 典型的一间的老厨 前面通常我们都有一个五角鞋 小孩子啊 在以前的时候都会在那边玩书 我也曾经在那边玩过 然后跟邻居一起沟通 这个就是我们的五角鞋的用处 然后呢 底楼 底楼可以说是纯住家 或者是商业用途 然后你就会去到顶楼 顶楼就是也是住家 也是纯住家 其实呢 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其实在香港 就像他们的那个 他们叫通房 就是一个层楼 破到很多个那个房间 就住给住户 这个曾经是在发生在马来西亚 不只是冰层 别的州属也是一样 然后最重要的 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老房子里面呢 天井 天井是最重要的 因为做什么它最重要呢 因为它可以住于室内的散热 和采光 但是这些草老厨呢 它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它只有一间厕所 就是在后面 一间厕所而已 所以有时人问我 中文你要做装修 中文你要做修复 其实修复和装修 它的那个两者之间 其实有一线之差 它的效果因人而异 各花入各眼 可能对你们来说 这些老房子修理就算了 我们就这样采一个颜色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这个左手边的 这个老房子 就是典型的老房子 老厨 但是呢 因为往往很多事情 他们就会改 因为他们就觉得 我要做一些修复 但是我要省钱 就改成摩登的设计 然后一个很鲜艳的颜色 另外一个 就是第一 就是装修的时间比较短 装修的时间会比较短 装修费就比较便宜 比较低 没有所谓的 你做完就是搞点收工 然后就不需要再做保养 不用做定期的保养 就是这样子 可以再做多10年20年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也是省了他们 自己的头痛和麻烦的问题 然后呢 对我来说 这些谷枝修复呢 我自己看到的很伤心 你们看到的伤心吗 一个左一个右 这个是发生在槟城 在我们叫做Lervo Garnabon 就是那个Lam Chana那边 把原本有历史价值的谷迹 改成一个 比较难听的一点的 就叫做不伦不类的样貌 所以就是改成这个样子 但可能你们觉得 这样子会比较漂亮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比较漂亮 我介绍了什么是装修 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是修复 在我们古迹的修复界里 我们都会坚持一个就是 以旧修旧 尽量保存原有的样貌 然后再找对的工匠 那些承包商或者是那些师傅 来修复还原古迹的原貌 今天我就在这里分享 我的过去的经验 就是修复一座百年宗旨的整个过程 和它的传统文化建筑物的 丰富的装饰 还有它的意涵 事得堂经蟹公司 建于咸丰18年 它是在乔治市市医区里面的 科兴区的一级保护 就是我们所谓的Category 1 最近也获了 融获了马来西亚建筑协会的修复奖 在修复古迹之前 我通常都会做一些背景的考察 还找一些旧的车辆的图 然后和一些旧的照片 来偏写我的修复前报告 如何去修复 什么应该修复 不应该修复的 我就会把它拆除掉 然后再做过新的 然后我觉得 还有工匠也觉得 就是我所谓的师傅 师傅和我觉得 这个是不适合的 不适合在这个宗词里面 应该有东西 我们都把它通通换掉 就要换成 就是应该一个宗词 应该有东西 我就把它做回去 但是尽量还是回去那一句 就是修旧 所以再做一些考察 然后刚才那个 1891年的那个旧的图 我们就看到 还有我测量出来的图 就会看到两个的一样 就是 旧的就是百多年前和现在的那个差别 根本不大 差别不是很多 所以你看到那个八根柱子 十根柱子都是一样的 左右的那两个十根柱子 所以讲到修复古迹 很多人就问我 做修复古迹的时候 你们和新的建筑物 这个做法不一样 倒反的就是我们说的 做什么呢 我们通常就是要从上面 修到下面 就是要从屋顶修 然后我们就开始修内部 就这样子 刚我们开始要修复这个宗词的时候 我们会踏一个临时的铁柱屋顶 主要是当工家 拆除那个屋瓦的时候 还可以保护 主店内部的那个东西 就是比如审坎 百年牌匾 全部都是百年 都是文物 如果给它风吹雨打还是雨淋 全部就是一旦而回 没有了 这样也会方便那些师傅们拆除屋瓦 抽换它的屋瓦 然后修复屋顶的那些装饰 避免风吹雨晒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 拆除屋瓦 同时也开始拆除墙壁的扬灰 灰墙 然后我们就会再抹上摆灰 抽换屋顶的脚板 然后我们就会脚板过后 我们就会开始什么事 就开始拆除那些旧的军列的屋瓦 然后换上新的铜瓦 新的瓦片 然后安装这些瓦片 我们不可以太马虎 也不可以脱工减掉 不然的话很快 一年两年过后 它就会漏水的问题就会出现 所以屋顶是最重要 所以我们要踏一个临时屋顶在上面 当抽换了那个屋瓦过后 外墙的装饰和简延挥缩工作 就会开始进行 就是同时进行 所以中国人 就是中国的工艺 他们做工会比较快 就是因为这是他们的idea 然后我们就会做 抽换被蚂蚁青色的木地板 换好了木地板过后 我们就会铺上红砖 这个是在顶楼的 在顶楼 今天我就会把 其实我们修复一个宗旨 很多步骤 但是我今天用三个来讲 第一个就是简延和灰塑 第二个安静四座 第三个彩绘 简延和灰塑 是传统文化建筑物的灵魂 什么是简延 简延就是敲破 碗贴成屋顶 龟水或者是水车堵的 那些我们所谓的装饰艺术 然后首先他们就会做 那个飞行走兽 画木人物的那个基本的模型 然后就会 那个师傅他就会找适合的颜色 把网片剪成想要的 那个所谓的那个形状 然后他就会贴在那个模型上 所以就会看到 这个的东西的出现 这个就是最做好的那色模型 但是就是等着散射 然后你会看到这两个 就是羊枕和地人节 这些历史人物的表情 还有他的动作都很生动 不是很那种2D很flat的 没有 就是很生动 通常简延回溯的手艺都会雕出那些 艺术的历史的人物 比如是太宫 士兵 凤凰和我们的麒麟 安静四座 什么是安静四座呢 它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安静 就是把那金箔安在那个字体上 或者是雕刻木雕上面 这些都是我们会上一层红气打底 然后才把金箔安在字体上 安静的效果都会呈现到很美的一个 木雕的那个线条和美感出来 让整个的那个中尺的整体 更加壮观 还有它的那个有威严 安静过后 这些就是安静后的那个吊筒 那个出彩和那个 熬鱼的完成品 所以接下来就是彩绘 彩绘是文化建筑物的一个最后的步骤 彩绘通常我们会把它放在墙壁上 那个硅水 水车堵 还有这些传统文化的水车堵上就把它上色 门墙上面的墙壁我们都会画上历史故事 它们有如那种我们所谓的画龙点睛的作用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大门的门绳 这个也是属于彩绘的其中一部分 士德堂谢公司 我们好了 用了16个月的时间来完成 现在是乔治市市医局其中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 你们看得出那一个是修复前 那一个是修复后吗 看大家这样子都觉得除了那个草地很轻之外 应该是没有什么吧 上面那个是修复前 下面那个修复后 看得出吗 有什么分别 还是一样红色 除了那些车子不见之外 应该是Photoshop的 不是 你们注意一下就是这两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以旧修旧 所以整体上看来不是很新 还是一样 只是所谓刚才我讲的画龙点睛 就把这一点点把它安上去 就是一个画家砖 它的不一样就是在这里 以旧修旧 简年辉缩的完成品 就是这个刚才有做一点点 这个就是诸葛亮 完成结合完成后 然后我们就把瑜伽的论理思想做成那个牌楼装饰 我们就安在大门上的屋顶上 例如人生饰品的宗孝年节的故事 第一个就是宗 巨公尽税 人物就是诸葛亮 孝万语诗卿 这个是地人节 然后莲 养诊 诗经 他的诊物是养诊 然后节 就是北海牧养 他的人物是书 然后我们在大门上 我们都会把这个放成这个世纪平安 经过师父的重新上色 让这些灰缩更加生动 然后破碎的归水 我们会也重新 这个灰缩 把这球的属意 我们把它做上去 还有大门上的双龙和柴身 然后这个柴身 我们把它修复回去 你看你这两个对比就很明显 然后大门的入口 霸仙过海 我们把它修复回来 比较漂亮一点 除了这些 我们还有其他的水族 我们把历史的故事 习曲 或者是演绎的小说 重新装饰和安装 就比如有这个宝连灯 山林战旅布 还有一个就是摆石砖 身为一个古迹建筑师 我最终的宗旨 就是能把古迹和文化遗产 传承下去给下一代 在我过去修复的经验里 每当修复完一座古迹 我很想把这些还可以再延续 它寿命再多50年 让下一代可以欣赏了解和研究古迹的古迹 古迹古老的建材 工匠的巧思 和仙人智慧的解量 这系列只是我过去修复过的一些项目 从半岛最北的玻璃市 玛六甲 还有槟城 未来两个重量级的项目 就是还原倒塌的修复固居 刚刚不久前的被火烧毁的大三角玄天庙 最后我想说呢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把文化和古迹遗产 古迹遗产传给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世世代代 他们同样有权 结成这份遗产 我们绝对不能让它失去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后代 好好的保存下去 古迹修复是我的工作 但是呢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分享会 可以唤醒大家重视古迹 我们大家一起保护古迹 和文化的遗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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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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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